大家見到我昨天回大陸吃得很盡興 很開心對不對 又很晚才吃 今天全天都是detos 只是喝那個蔬菜湯 沒錯 之後我現在陪伴小工手 我靠 現在早上10點半 我都沒吃東西 只是喝了水 因為昨天2點才睡在大陸回來 在大陸回來差不多12點幾 之後洗澡 吹頭 塗上奶油 敷面膜 都2點才睡 今早8點起床 睡了6個小時 什麼都沒吃 等小工手學完東西之後 大約1點才吃東西 去學琴學畫畫 就是這樣 今天全天只是喝個湯 大家如果想看湯 就是有排毒 瘦身 還有抗癌的湯 可以看一條link 排毒瘦身湯 如果你想找我的食譜 可以找瘦身湯 然後搖證 你打搖證 譬如去濕湯 它會彈我這麼多年來介紹的去濕湯 或者搖證 跑步 你沒什麼興趣看我跑步 對 或者你搜尋一些 譬如 肉粗飯 瑤症 又有彈出來 譬如你想搜尋一些什麼 回頭飯 客家飯 鹽症 總之你在YouTube搜尋 你就找到我的食譜 對 因為很多觀眾有時候留言給我 你有沒有做過冬波肉 那我有 其實你搜尋一下冬波肉 然後隔一隔 瑤症 又找到我的食譜 今天都沒有東西要拍了 我全天都是喝過湯 明天再跟大家分享我吃些什麼 明天同事幫忙好回教會 回完教會之後 好 我剛剛在超級市場買了一些 韓國番薯 還有買了一些大啡菇 明天吃 做早餐 好餓 我今天全天只喝過湯 我現在還沒喝 我看到飯店很想吃 看到很多東西都很想吃 真的要控制自己 一個星期找一兩天 只喝泰毒湯 堅持 昨天吃了很多東西 今天全天現在是1點10分 我昨天9點才吃東西 昨天我們9點才吃東西 在大陸那裏 所以 現在 對了 剛才出去了 那我就今天全天只喝這個湯 一肚我就喝這個湯 那如果你想飽肚一點 那些渣就不要好像我上次打得那麼難 留多些渣就沒有那麼容易肚 可以頂到一下 OK 今天我全天就喝這個排毒 瘦身湯 排毒 一個星期排一次 健康一點 還有想解答一些朋友 買了腰帶或者預訂腰帶的朋友 吃東西的時候 你就不要用那條腰帶或者屁股 那個屁股收緊帶 最好就是吃東西之前 用肚子 用腹肌帶 要不然你吃完東西都用腹肌帶 就是整個肚子 整個胃都不太好 吃東西之前 我通常是早上起床 擦牙洗麵就用的 之後晚上洗完澡 吹頭 擦霉霜的時候 用的 每天用兩次就可以了 如果你在家裡有空 你不是中間中午時間 吃午餐之前 做一次 每次15至20分鐘就可以了 它的程式就是 每15分鐘就會停 那你就不需要做太久 你會很累 你會很累 還有你腹肌那個 再提一提大家 你就用第三個Mode 我每天都是用第三個Mode 或者第九個程式 它可以選擇的第三第九 還有USB充電 你充一次電可以用到兩三天 如果你怕沒有電 你就用兩次後充一下 我就建議是屁股和肚子 分開時間用的 那我自己呢 可能是敷面膜 那些時間 擦牙那些時間 做這樣做那樣 做頭的時間 就分開兩樣時間用 那就好些了 同一個時間用 我覺得會辛苦些 還有微電流 沒有弄得那麼好 所以分開兩部分做 就會好些少 那或者你一邊看著機 一邊按著機 或者一邊看電視 就絕對不辛苦 輕鬆QFIT 冷人一脈 是不是 嗯 這個蔬菜湯很好喝 所以呢 如果你們一個禮拜喝一天 其實不辛苦的 大家加油 我一天呢 整天呢 當你喝 全天只喝這個湯的時候 你就會想 好想吃其他東西 好想吃其他東西 但我自己想回昨天 我昨天回大陸吃了好多好東西 那你有時都要節制一下自己 你不是說天天吃你想吃的東西 那這個湯都不差的 這個湯都好喝的 如果有看到我煲這個湯的朋友 就知道 跟我煲這個湯 一個禮拜找一至兩天 去整天喝這個湯 如果想盡快keep fit 盡快排毒瘦身 就一個禮拜喝兩天這個湯 全天只喝這個湯 還有喝水 什麼都不好喝 什麼都不好吃 乖乖地聽話 很快你就會有這個成效 keep fit 的成效 之後呢 買了腰帶 買了電腰帶 之後呢 你就會回來留言 告訴我你瘦了多少 和我分享你的成果 OK 那我前天就喝這個湯了 那之後就沒話說了 明天再告訴大家 我明天吃些什麼 拜拜 下集見